畫面中一輛異影車側翻在馬路中央 後方載運的砂石全部都撒到對向車道 解放道路場之後緊急封閉了車道 不過這裡因為是國道的砂道匯入口 車流眾多 大家紛紛開到最外側閃過車位現場 由高速公路下砂道 遇匯入同科北路時 因不明原因翻覆 自載運之細砂散落道路 路面阻礙交通 事發在19號下午1點多 國道1號苗栗銅鑼匯入口 這輛載運砂石的異影車 在下砂道後不慎翻覆 整台車就卡在分割道旁 車身在這一側 淡砂石全撒到對象 當時開車的是一名30歲的柳姓女子 年紀相當的輕 沒有受困在車內 緊急將她送一檢查 人有左肩疼痛跟手部的多處擦傷 還好沒有大礙 實際車輛怎麼會翻覆 由於她是下砂道後翻車 初步推測可能是因為車速過快 導致重心不穩 詳細的肇事原因 還不帶警方後續的釐清 東學李湘銘在苗栗藏報導 早 早